教宗本督十六智涵在族献身團體大會 勉勵他們以基督為堅定根基 懷著愛德,擁抱傷痕 教宗亦智涵夫妻靈修運動聖母團成員 要供教徒夫妻做教會笑容可供的大使 台北首次舉辦茶經大會 掀起獨經熱潮 歡迎大家收看教會透視 我是你的主持鄧維基 在7月26日 天主教在族献身團體於意大利 阿世西召開大會 教宗本督十六智涵大會時 讚揚道献身生活的人是 具備深遠的眼光和作善表的人 在信涵中 教宗指示在族献身團體應當關注的三項特殊領域 第一是與天主的愛相遇合 全然地奉獻 第二是靈修生活中 要有將每件事都帶到基督面前的要素 並從祈禱與聆聽天主的聖言中獲取養分 第三是培養希望與信心的教育工作 這樣可以使到平信徒和神職人員有能力 回應今日複雜世界的挑戰 並在聖言的光照下生活和行動 教宗因此勉勞在族献身團體 致力建設公益 隨時準備好投入生活 跟隨聖神的帶領培養動息未來的能力 堅定在基督的根基上懷著愛德 擁抱世界和教會的傷痕 《夫妻靈修運動》聖母團 於7月21日至26日期間 在巴西的巴西利亞城舉行了第十一屆國際會議 議會代表超過7000人 《夫妻神修運動》聖母團由法席斯鐸 亨利卡法雷於1939年創立 已超過73年歷史 在開幕禮上宣讀了教宗的來涵 教宗不迴避當今婚姻以及家庭生活 被逐化思想所困擾帶來的問題 鼓勵公教徒夫妻要面對這個現實 以夫妻恩愛、扶持指孝的天倫之樂 來宣揚婚姻生活的基本真理 以及其深刻的意義 教宗指出這個理想似乎好像很高 但正因為這樣聖母團的成員能作的貢獻 不單只是鼓勵夫妻善進盛事 亦要為公教徒夫妻的靈修生活 提出簡明以及具體的建議 教宗特別提出一項建議 就是坐下來的本份 換句話說 就是兩夫妻要有定期保留交談的時間 在交談中傾心吐露及聆聽婚姻生活上的問題 這樣才會避免出現難以補救的分離 接下來我們看看亞洲的一個消息 在7月21日台北總教區舉辦了首屆茶經共融大會 經過了三小時激烈的競賽後勝出兩隊 參加明年在嘉義市舉行的全台茶經大會 大會希望藉著這個機會掀起教友間讀經的熱潮 以改變台灣民眾認為天主教徒只會念經 而基督徒就會讀經的陣像 今次比賽是由聖經協會主辦 在天主教靜修女子中學舉行 有二十隊共一百五十人參加 參賽者當中有九十歲的高齡長者 亦有十二歲的小朋友 會場裏面青年人用平板電腦閱讀聖經 年長的朋友就拿著放大鏡仔細茶經 非常有趣 台北總教區 洪山村總主教亦特別來到 鼓勵大家 今個星期的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多謝收看 下次再會